这个空间它本身的功用是什么 这个空间本身其它是一个书房 但是你一定会很有一个疑问 奇怪这个书房怎么没有书桌 对啊 对那其实这个空间呢 其实我们只是想要让它有一个 比较休闲的感觉 比较不要像一般的那种 制式的书房有书桌或者是椅子这样子 所以它算是一个阅览式 是个起居式的这种设定对不对 对 那这边的设计我觉得我很喜欢 因为其实坐在这个客厅沙发上 一眼望过来 其实直接就可以看到这个书房的底端 书摆的整齐之外 加上它的设计 它本身也算是一个端景 对因为我们让就是从客厅 你在看电视的时候 你一定会望过书房的这个空间 所以在这边呢 不管是木皮的颜色 或者是我们柜子做一些 烤漆玻璃的这种颜色的搭法 其实它跟我们在玄关 跟餐厅跟客厅的部分 其实它都有一个相连接 中间这部分呢 中间的部分其实我们有刻意去挑一个 比较灰色调的一个就是壁子 那壁子的部分 因为有壁子有时候可能有人会怕它会脏啊 或什么会弄破啊 所以我们就比较贴心的 让它在上面再加了一块青玻璃 这块壁子呢可以保有 就是它可以让它使用的期限 可以让它加长很多这样 好 很有质感 淡淡的让它点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的收纳能量也很充足 对啊 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喔 你一定会没有发现到 你看这里喔 其实我们木地板虽然是架高了10公分 但是呢 在里面的收纳处呢 其实我们还是保有它10公分可以收纳的空间 所以即使我们木地板加高 我们里面的空间还是可以继续的使用 一般我会看到它就是把它切 跟木地板切齐 对不对 对 就直接铺进去了 所以它下面的那个空间 大概有10公分左右 它是没有办法摆东西的 所以深度跟高度都会受到限制 这个就不会啦 对 那我们在这里的话 就是我们让它这个高度呢 能继续的使用 好贴心的小地方 而且它这个无把手切剂 直接做斜的倒角 对 它就是斜口切角 那你就是说你不会就是因为有把手啊 就是怕会去撞到这样子 这个地方呢 这是一个梁柱的吗 不是 它其实这个地方呢 我们刚刚有提到嘛 走道因为它空间比较窄小 所以呢 其实我们在这边看到它是一架墙 实际上呢 在走到那个空间里面 我们做了一个展示柜 那因为展示柜 反正我们可以做一点投射灯的效果 那可以让这个光线呢 可以引领着说让我们走到有一个放大的效果 小费这个房间进来就让人家有想要睡觉的氛围耶 对啊 它其实很舒适 其实这个房间并不大对不对 对 不到三瓶吗 大概2.5瓶左右 可是很舒适哦 我觉得而且营造那个休息跟睡眠的氛围很好 我觉得在床头上应该不可摸 对啊 你看我们床头 其实我们有贴了一个就是它有一点咖啡色的条纹 那它的叶子呢 其实是有一点银色的感觉 那其实这样两者搭配你不会觉得说 因为它的底色比较深就会显得重 那它的叶子呢 会让你感觉 它其实是淡淡然后暖暖的那种感觉 在衣柜的部分呢 我们以往大部分都会用木座来做 那这个空间呢 我们就是用了一个系统板材来做这个衣柜 哦 这是系统板材吗 对对对 其实这个衣柜呢 它是一个系统板材做的 那它的颜色上呢 其实就是它有个条纹 而且它就是灰灰带一点银色 其实在整个空间中呢 我们在比如说刚刚的壁纸啊 或者是客厅啊 或者是书房上呢 其实它的灰色系一直都是不断地在延续着 一个基调在这个风格当中 所以我想今天这个瓶树27瓶左右 是一般的小家庭喜欢的瓶树 而且呢 它的生活精能也非常的齐全 我个人倒觉得像是卧室的部分呢 让它是一个完全放松跟休息的地方 而剩下呢 你要比较常多待的地方 就留给公共空间的区域 对啊 让睡觉的地方可以稍微就是简单 然后它的一个氛围呢 让你达到一个温馨 然后让你睡觉比较好入眠的这种色系呢 然后就可以让这个空间就是做比较好的一个那种利用 整体一致性的色系规划 再加上穿透感蜘蛛的空间 悠闲的在书房里看本书跟杂志 完全都不会有封闭感 就连狭窄的走道也变得宽阔许多呢